騎機車戴安全帽的時候 您有發現裡頭有一層保麗龍嗎 別小看這個構造 它可是重要的頭部守護員 最主要的功能 它可以吸收外在的衝擊力 不過呢 它可是有使用期限 帶您一起了解 這是我的安全帽 你認識你的安全帽嗎 宣導安全帽的安全性 高雄市府請警方 拍了這支宣導短片 琢磨的是這個問題 安全帽正常使用滿兩年 發生車禍或重摔碰撞 要記得更換 安全帽有沒有使用年限 我不知道 不知道 這個不太清楚 呼籲大家要留意 安全帽的製造日期 超出使用年限 目前並不相關的一個處罰的規定 隨機接訪機車族 十之八九都不知道 安全帽也有使用年限 其實官方訂出了製造日期 滿五年 第一次上路起算滿兩年 就需要更換 這個先生他戴了 差不多兩年半 那你注意看 裡面的保麗籠 它會產生破裂 相對這邊是最脆弱的地方 是腦部受傷機率 就會比較高一點 我現在三到五年 我就會換一筆 一般就是 可能帽子裡面 因為潮濕 下雨天 然後有異味的時候 我們會考慮把它換掉 有摔傷刮傷難看 這也是一個考慮 更換安全帽的原因不一 但如何選購 才有安全保障 學問大 在台灣販售你一定要經過 所有的CNS認證 那這西瓜皮的話 可能大部分都是應付 怕被警察開單 撞擊的時候 它可能會因為這樣脫落 或是這樣脫落 那你保護的位置就會晃動 可能會比較不安全 這個的話當然是最安全的 因為它沒有縫隙 種類以全罩式的安全防護最佳 而如何佩戴 也關係著你的頭部安全 它會跟你比如說 量頭完之後 佩戴兩夾的內襯 頭頂稍微微貼 雖然是有點貼緊 因為萬一撞擊的時候 至少它是在這邊晃倒 我們所謂的一大兩指 是這個距離 不少人在戴安全帽的時候 常會把扣完調鬆 這麼做 其實容易發生晃動 熱活的危機 用對安全帽 讓機車族大大提高 新的安全 大安新聞 翁淳 陳立偉 高雄報導 強迫 強迫 強迫